我是Mark 那今天由我來為各位介紹Spark Spark作為目前最當紅的分散式運算技術 它又有什麼優勢相對於Hadoop 那它又該如何部署、如何使用 那我們今天都會在講課1為各位解說 首先呢我們稍微複習一下Hadoop 因為有些基礎是可能是Spark需要的 所以我們這邊會花點時間為各位解說 在這邊我們稍微提一下分散式的概念 這邊我引用了Grace這句話 他說啊以前農業時代 當一頭鈕無法拉動原木的時候 它會找更多頭鈕 而不會去找一支更強壯的鈕 而在現在電腦時代呢 如果一個運算沒辦法被一台電腦所執行 那我們應該去找更多台電腦 而不會去找一台更強壯的電腦 好回到正題我們來看一下HDFS HDFS假設我現在有一個1G的檔案 那我要把它丟到一個HDFS的Cluster裡面 那其實它首先會跟Nanode問一下說 那我這個要被分成幾份分別存在哪幾台電腦 所以呢它會分別被存在不同的Data Node上面 然後被分成一個一個Block 那這樣做法可以好處是說 如果你今天檔案太大的壞台電腦存不下 我可以分散式的儲存在不同的電腦上面 好那第二個部分這就是MapleReduce 其實MapleReduce傳統是從 Google那邊提出來的 那其實 後來達成這種分散式運算的一個熱潮 像MangoDB這些Nosico 其實每間都有10桌MapleReduce 可是基本概念都大同效益 那我這邊舉了一個最經典的Wordcom的例子 那我們今天可以來看到 我這邊有一個文本 那我做一些 段詞 段行 所以我可以把一個單字拿出來 這裡每一個方格你可以當作是不同的電腦上面 然後呢 第二步我做一下Maping 我把每個字尾都加1 這主要目的是 我為了後面的技術要用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 後面都加一個1 然後再來做Shuffle Shuffle主要我把不同的 單字呢 把它匯整在同一個 機器上面 那這樣因為這樣我們做運算的時候 速度會比較快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做Reducing 那我把每一個相加 每一個數字一相加 它變 比如說像這邊卡就變成一個3 最後呢我再把它從 我自己收集回來 到我自己本地的電腦 看 這就是一個Maping Reducing 如果這個部分看不懂的話呢 我們可以稍微 想一下 我今天要做分 分布式運算的話 其實我希望是每台電腦來去幫我做運算 比如說今天你有一篇文章 你希望來統計一下字數 那 最好做法就是說 喔那我把每篇文章分一段分一段 給 不同的人 請他幫你做運算 他這邊算了 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個 Bear 他有多少字 他告訴我 A告訴我 B告訴我 C告訴我 那我就可以知道Bear多少 那相對其他字也是這樣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MapReduce的概念 零不關 me 就說 可以 吧 這個是